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他们优秀自情 而人也好 像小说里的主角一样一路开挂 但是反观绝大多数的普通女生 遇到好的一切就会自动保持距离 常常感觉网络上的品质生活离自己很遥远 那必然就是会与好机会 好的女人擦肩而过 那普通女生和好命女生到底差在哪 经过36年的人生纯练 我发现大部分普通女生往往具备神穷思维 我不敢也不够好 我接得住吗 而好命女生往往就有高配的感 我值得拥有更好的 被贫穷思维支配的女生 不但会拒绝优秀的男生 还会一次又一次的陷入渣男的世界 伴侣对你不好 你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 导致生活走下坡路 一手好牌被打得刑烂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本身优秀的人 最后下架渣男 连富豪三星公主李夫珍 都会下架给不思进去的保安 最后婚姻失败失业受限 低配得感的人 又格外的在意差人评价 害怕别人对自己不认可 甚至背后讨论自己 所以常常在远相处的时候 唯唯诺诺 不自觉的对他人是好 通过牺牲自己的需求和快乐 去满足他人 更可怕的是 会不自觉的进行自我攻击 在一件事情发展不容易的时候 会先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搞砸了 一定是我哪里没做好才搞砸的 普通女生已经够普通了 到底应该怎么翻盘才能成为好命运助 我总结了一下三点 第一种就是正向洗脑法 记录下每天让你自己高兴时 设立威目标完成并打勾 健身男人为什么爱精神 因为健身虽然很累很辛苦 但是不断的在给他提供正反馈 有更好的体型 更挺拔的身形 更充飞的精神 这种正反馈带来的多巴 让我们爱上这种感觉 又更能无痛的坚持下去 同时对自己更有信心 你的成就都是你赢得的 第二点就是重塑自我认知 你可以主动问别人眼中的自己 重新总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我们通往自由高品质的生活之路 第一步就是要认清自己的优缺点 放大一多点 你会发现生活开始眷顾你 幸运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告诉自己你如此优秀 配得上好的伴侣 好的生活和美好的一切 三就是要学会富养自己 在能力范围内只买你喜欢的物品 遇到喜欢的东西 不要欠赏着我没钱 千金难买心头好 也不要为了特价打折而去花费 一定要买我喜欢的 即使它贵 但是我喜欢 如果你害怕进奢侈品店 其实本质是觉得 我不配拥有奢侈品 那么就试试多去几次 去感受一下 当低配感被战胜 你会发现美好的事情 接踵而来 我们追求的更高的事业 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伴侣 都会一一实现